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之间是有很多这种共性的 例如说 比如说我在做佳能600EXRT的时候 那么你包括市面上可以看到的现在 像永诺的600EXRT 然后后来包括现在出现的什么风标 还有这个金贝的600EXRT 他们的界面其实在制作上都是一样的 别说你熟悉了原厂的操作方法的话 那么至于这些副厂的这个相似的这个产品的话 也是可以就是参考的 好 那么这一集呢 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佳能600EXRT和STE32T的这个 无线离机银闪这么一个操作 因为之前在微博上有很多朋友去问过我这个问题 也就是让我单独的去做一些这个银闪的使用说明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来仔细介绍一下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桌子上现在摆放的是 三支佳能的600EXRT和一个这个佳能的STE32T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3的整体外观 它和之前一代的E2产品不同的是 它使用了内置2.4G的无线收发 但是呢 它取消掉了这个红外脉冲的发射装置 所以说它只能使用2.4G信号 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对于佳能的原厂灯 它只能使用600EXRT和430EX三代2T 以及最近刚刚更新的600EXRT二代 那么对于之前的580啊430啊这些灯的话 都是一概的不兼容 好 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下它 首先我们把它打开 它跟600EXRT的这个开关是一样的 三个档位 关闭 锁定和打开 我们直接把它拨到打开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上面 它这个界面上的这些东西啊 咱们把画面放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啊 首先右上角是可以看到标志性的这个啊 佳能的2.4G一个标志符号 一个火柴棍的两边两个电线信号 是类似这种感觉的 然后下面呢是频道1CH1 channel1 然后这里有一个分组 Ratual它上面显示的是一个ABB 但是我们是U1是M档 所以说它是两个分组 都是M功率输出 下面这一排呢四个功能按键 其实跟600EXRT 下面的四个功能按键是完全一样的设置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是在菜单1 我们看一下这个所有的这功能按键都有什么啊 菜单1这边是CFN也就是自定义菜单 这个跟600EXRT完全一样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分组的模式切换 现在是AB两组 我们按一下看一下 变成ABC三组 我们再按一下 变成所有组相同的操作 好group呢是选择这个分组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换成ABC三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切换一下啊 选择A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波轮选B组选C组 然后再次按这个按钮 就可以调整它的功率大小 现在是全光 我们可以拿1分之1或者1分之1 然后这个是返回 也就是说确定这些分组的模式 然后按一下这个菜单1 我们可以进入菜单2 我们来看一下 菜单2现在很简单了 只有一个Sync Sync指的是同步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变化 高速同步 再一下关闭高速同步 也就是说是常规的同步速度 那么没有其他功能 因为佳能的这个离机音闪 是不支持后脸同步的 好我们再看 按一下这个Manual 我们进入菜单3 菜单3里面呢 就是第一个是频道 改变这个频道 比如说频道1 好吧 诶 按错了 我们回到这个M 然后进入菜单3频道 然后第二个是ID 这个之前也讲过了 咱们一般都设到0002 或者怎么着 这个就是根据个人习惯 你把它这个改成一个 你自己习惯的一个编号 然后第三个的Scan 是这个按一下之后 它会扫描当前环境下 所有的这个频道 哪个频道的信号会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扫描的结果 稍等 好 出来了 现在它是1到15个频道 那么我们现在从屏幕上看到 1 2 然后这个3不好 4 5 然后这个9 10 11和14 15 这几个频道信号都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可以优先选择 这几个频道进行使用 但是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5 6 7 这个频道7上只有三个信号 如果我们选了这个频道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频闪 这个漏闪 或者说这个雾闪的几率呢 就会比较高 这是加上这个音闪器 比较比较这个聪明的地方 好 我们再一下menu3 然后这是menu4 menu4里面这个memory 之前咱们在做600EXRT介绍的时候 有说过 它是对于这个一个设置的 那么一个存储 就是存储和这个导出 我觉得这个意义并不大 好 我们再menu4 它回到了这个menu1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模式吧 就是这是菜单 咱们介绍完了 我们来看这些模式 咱们这个按一下MODE 刚才是M档 现在是muty 也就是频闪档 它分ABC三安组 那么这里GR 咱们放在最后说 然后ETTL 这个跟这个使用600 做重灯的时候 也完全没有什么区别 包括下面菜单 加减功率 FEB 这完全一样 关于这个呢 同志们想看说明的话 可以去翻一下前面第12集的时候了 咱们介绍610SRT的时候 对这些都有说明 好吧 那么咱们重点呢 是放在这个G2档 为什么说重点放在这里呢 因为之前咱们讲610SRT的时候 也有说到过这个 但是从这里我们看一下 G2档 下面菜单咱们不说了 完全一样 我们n一下G2分组之后 首先它选中A组 我们可以千万分组 B组 C组 D组 E组 佳能的610SRT 配合E3工作的时候 它是可以同时控制5组 并且这5组可以混合不同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 A组放在一个M档 然后我们把A组的功率 要到四分之一 好吧 然后B组 我们转轮选择B组 然后按加减 然后呢 我们把B组的ET条 变成减EV 然后我们再选择C组 C组的时候呢 我们把C组 设立成一个独立曝光模式 也有EXTA 独立的自动测光模式 然后我们再把它 它的曝光补偿 可能加上三分之一EV 然后我们选择D组 因为我现在眼前只有三支闪光灯 那么我们可以把D组关闭 让它 ON OFF D组可以关闭 然后包括E组 我也可以把它关闭 也就是说我只使用三支闪光灯 现在进行工作 这就是前面这三组 好 现在呢 咱们把影闪器放一下 我把这三个灯 和它互联一下 我们分别打开三支闪光灯 好 我们拿出第一个 它们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我们之前讲过了 就是按这个闪电符号 首先我们把它设定到一个 2.4G的一个从属模式 那么这个灯 现在被当前设成为了A组 我们看一下它的ID 因为刚才那个影闪器的ID 设到了0002 看这里没有 这边有设 我们把这个改成0002 来看 1 2 OK 返回 这个时候它的灯 一会儿就会 应该会变绿了 我们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好吧 应该是发烧器没电了 因为你看这个灯一直没亮 我们把它换个电池 打开 换一下电池 不是没电了 我刚才这个屏幕看错了 这边频道1 这边频道是auto 我们需要把这个频道改一下 切换到频道 menu3 菜单3 然后我们改一下频道 刚才没注意 频道1 好 绿了 两边都绿了 别说A组已经连上了 然后咱们A组当现在设定的是一个手动功率的四分之一输出 好 我们来看第二张 第二张我们一样的 先按这个小闪电符号 连接符号 第一次master 现在是主控模式 第二次现在变成slave 从属模式 它直接就连上了 因为这是频道1 然后ID是0002 之前咱们上次做视频的时候设置了 这个参数就没再改建过 好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A组呢 给它改成B组 我们先按一下Germ 好 变成B组 再来看第三只动 同样的也是按这个按键 把它先切到一个从属模式 好 现在是slave模式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改成C组 好 灯也绿了 也已经连上了 这样的话呢 咱们通过一个发射器连上了三只灯 然后A组设定M档的四分之一功率 我们来对一下叫 A组是M档四分之一功率 B组呢 是ETTL-EEV的保网补偿 然后C组是EXTA 也是一个独立测光模式 加了三分之一档的TTL补偿 好 那么这时候咱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之前老大说过的 咱们通常呢 在这个拍摄的时候 要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也就是说 当我从灯模式设置好之后 我不需要再改变它了 那么干什么 我们把从灯锁定 我们把三只从灯 全都调到这个锁定模式 那么在这个模式的时候 我再去把灯装在灯架上也好 装到柔光箱里也好 或者装到一些其他地方也好 那么我就不会说有一些误操作 比如说我碰到一些按键 它什么都不会变 比如说我就碰到试展按键 它只会闪一下光 这无所谓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影闪器 现在这个屏幕上 你甭管在哪个模式 跟刚才有一个区别 就是当你这个灯连接上变绿以后 这个分组的后面就会出现一个小的闪电符号 证明告诉你 这组的灯已经准备就绪了 对吧 然后你看 即使是这个什么模式 它都会有这个标志 比如说咱们试一下 这不ABC三组吗 那么我们这只是刚才设定的这个C组的灯 我们把C组灯关掉 我们看一下 你看没 它这C组的一个小闪电符号马上就消失了 那我们再把它打开 它又连接上了 好我们试闪 这三个灯都会按照这个分组发光 而且你看 比如说你看 它的回电没有完成的时候 因为B组我们是全功率 它回电会比较慢 回电没有完成的时候 这个标志是不亮起的 它要等一会儿 你看它稍等 等它回电之后它才回了 比如说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人性化的这么一个设计吧 对于佳能600EX2T 以及这个E3的这么一个设置连接方法 咱们就差不多说完了 那么这一集 多说点题外话 对于闪光灯热靴灯的使用介绍 咱们就做这么多集 那么如果你比如说 对你手中的一些灯 不知道该怎么用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类似的信号 或者实在找不到 你也可以微信 或者微博 以及到这个糖米的社区 发个帖子 然后跟这个众多的糖粉们 去求助一下 相信会有很多朋友 会为您做出满意的解答 以及老赞也会在定期的 在以后的这个视频里 在不定期的去穿插 一部分的这个新的产品 然后以及一些热门产品的 使用说明以及介绍 那么从下一集开始 咱们又要开始进入一个 枯燥的理论环节 平方反比定律 好了 这一就到这里 咱们下集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